编辑功能里面 跟各位介绍到的 再来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请问你的字型有买的 你们电脑里面有没有很多字型 标准的那个字型的话 主要都是什么 就是都是那个新系名跟标凯 你如果是那个Vista以后 做一个叫做微软正黑体 就做一个黑体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到网路上 你找一找看 有一个叫王汉宗事由事情 它里面呢 大概有四五十种 我们一般常用的那种字 四五十种这种常用的字 那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万里你的事情比较少的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看 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些 包括那个 像这个常用性名 粗原 黑体 赏试试看经流这些都有 甚至它也有注音的 也有注音的那种字型 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如果你有需要 我等一下留在这边 你可以啦 你就不用上网站 可是这个字型也有一点点 它也有一些特殊的 像这个什么淹水提 什么 对对对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它也有 当然不是非常多啦 不过这些事情应该还足够我们一般的使用 一般的使用 所以这个给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就是字型的部分 对 当然不行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说字型的部分 那就没办法像这样带着走 除非你把它存档的时候把它砍入到那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但是这样这个文件会大很多 那刚刚老师这边提到一个就是 如果你经常用那些特殊字型 比如说用什么娃娃体啊固定体啊 你自己看得很高兴 可是拿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电脑如果没有这种字型 事实上就变成性命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如果你要用黑体的话 事实上Windows里面还有一个 内件有一个字型是黑体 Windows SE里面就有了 叫做新黑 新黑 我找一下给各位看 你不需要用到Vista就有了 如果说你的文件里面 你现在有一个黑体的话 在这边就有 我们在强用这边 您看 这里面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 这里面是有一个微软正黑体 对不对 这是它内件 那事实上我找一个 给你看哦 找一个 英文的 看起来像英文的 但是它真的是中文 你看 我把它放大一点 里面看看 新黑 我帮你翻译一下 有没有 怎么看都不像英文的 对不对 新黑 那这个字型呢 在Windows 2000就有了 Windows 2000就有了 所以其实只是因为那时候这个是大陆北京做的 他偷渡 我想偷渡 他只能用那个拼拼的方式进来 他没有 他不敢用那个 真面目跟大家见面 所以你知道的 你就会用 所以假设我选这个事情 你看我打出来了 真的是黑皮 好等一下我把事情换成 我把事情换成新黑 请问这个是不是黑皮 有没有错 没错吧 好所以虽然说他那个Listar之后才推出黑皮 事实上本来就有 所以如果你用在Word里面 用在简报里面 事实上这个事情是可以用的 走到哪里都可以用 你就不用担心说我的Word或者简报 尤其是简报 好像只有新姓名比较够标凯 对不对 你也可以加上黑皮 那我比各位简报 我都是用青黑的 不然他每次运出来都是一样 都是那个 比较不OK的字体 好 这个是针对字体的部分 我们跟各位稍微 分享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看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 待会我们这个段落跟换行 我们讲完 我们就先跟各位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那么段落跟换行的部分 这里 我想各位您在Word里面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用过段落符号 段落它会有一个什么符号 它是不是会 后面会加一个这个符号 有没有 你他在Word里面不是看到后面有一个这样子吗 代表说你那个地方有按一个Enter 按一个Enter 那你有没有用过Shift加Enter 它的符号会长这个样子 一个向下的键盘 有没有特别注意过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平常都常常在用 所以你要先分辨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有哪里不一样 因为 没有这个符号是显示在Word里面的 不在键盘上的 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符号是你按Enter 那么所谓的换行 我们在Word里面 一个段落 比如说以前我们写文章 叫做启程转合 有四段次的文章 那比如说第一段 可能它就是一个段落 那我再进入第二段 我就按Enter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情形是怎样 他们说 然后冒号 可是说的内容 我希望它从下面那一行开始 但是这个是属于同一个段落的内容 对不对 平常我们打字是这样子 我一定是 从左边打拉拉 打到最右边 至少会掉下 对不对 才会掉到下面来 可是有时候像我刚讲 他们说冒号完了 我希望从下面一行新的开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强迫它换行 把强迫它换行 这个时候 是不是又用到什么 那个什么 换行 不话叫 Shift加Enter Shift加Enter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吗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区分这个 你说我按Enter不行吗 可以 但是 就算到结果来讲 这样是 意义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意义不一样 因为这个分 各位 你在用握得的习惯 有关系 我打开一个 我打开一个这个给各位看好了 我打开一个文件给各位看一下 好 你看这边 再把它上到这边来 OK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可能要把它再缩小一点点 好 这样子 请问这里有没有这个符号 这里是不是有所谓的转落符号 有没有 小小的一个 在2007看起来比较小 好 我们在那个 2003看起来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我现在是一个段落 对不对 好 那我如果是第二段 我再 Copy一次 Copy一次 好 我现在这是第二段落 第三个段落 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各位介绍这个 因为你看一下 我稍微把这个段落分开一点点 好 你看 我先问一下大家 请问你在用的时候 你是否曾经用过右手边这个东西 2007在右手边 它有一个叫做样式 好 那2007在左手边 你请问 你以前有没有用过什么 标题1 标题2 标题3 有没有 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 还有什么内文 左上角那边 那个东西叫做样式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东西 因为 如果 你看 如果我这个 要变成 强调的 出题 我只要点一下 这个本来就出题 这样 这一个 我把它换一下 换一个标题 标题1好了 拍张 我把它检视的比例上变小一点 这样 你可能这样会比较好看 来 好 你看我把它变这个标题 标题2好了 这样也太大 标题 好好好 来 你看 我这样一点了 确定了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段落全部都变了 有没有 你看跟下面做个比较 我东西里我先收起来 你看上面这一段 上面这一个 跟我们下面原本的这个 是不是不一样 我套用了这个所谓的样式之后 这个段落马上就变了 我先问一下大家 请问 你平常在改变样式的时候 你是用把它选起来的 直接改 还是像我现在这样 你只要剪了它就换 大家平常的做法是都这样 如果你要做的时候 是 很辛苦的把它全部mark起来 你平常都干这种事情 对 这样就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有没有 你看我只要来这边 我只要一套用 标题2 有没有发现它就整段都变了 当然在2007它会自动 所以先预览给你看 但是我们在2003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套用之后是整段都变 那么 这个就跟我们段落符号有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跟各位提 因为今天 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 这个东西 这个 是不是代表一个段落 这个 是不是代表 同一段只是换行 所以今天如果 我用的是下面这个符号的时候 代表了一件事情 你看哦 假设我在这里 我在这边好 我用序盒加按摩 有没有发现我稍微把它折开 对不对 可是你看看我来掏用标题2 有没有发现 同一段 因为它还是同一段 这是一起换 样式是一起换 让你了解了吗 好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养成习惯 那么我就可以很清楚 同一个段落 我要快样式的时候 它会一起改变 而不是说每次我们都那么辛苦 我们来用mark的 这样就很累 那既然讲到mark 等一下 我们休息完之后 我们来看 到底你平常在选字的时候 该怎么选会比较好 有没有比较 精准 比较快速的方向